这边带来一把牌位 还有一把这个戒孙侧当主攻的视频 然后这边选将看了一下 大概挺好的是这个细致才加这个中瑶 就细致才加中瑶就是两个不死小强 然后也算有输出能力 然后黄盖这边 他们的组合器还是可以的 橘子哥四号位扛揍 然后这边黄盖其实也还可以打输出 然后这边黄盖七手天狐七手 就是铁索家这个九属性杀 差一点把我们打崩了 然后细致才刚开始拍了两招黑 然后我这边空顶一张黑 然后再加上最后一张红 其实勉勉强强还算可以 这里先开勒布四鼠 先把勒布四鼠当陶吃了 然后再五股风的把勒布四鼠给拿下来 这边无限独条 通过无限独条就发现这个 只有我们自己这里有张这个无限可击 那其实没有什么大关系 老西这边说直接打个铁锁 老西这边要强上橘子哥 因为这边卡距离了 那这边挂诸葛连奴 强上这个橘子哥 其实这边就是说强上橘子哥 也说这个橘子哥丝毫为扛揍能力 其实还是可以的 就是说拿来扛压 橘子哥毕竟是这个六血 好到了黄盖的回合 黄盖这边两个顺 第二张是个黑顺 然后这个细致才这边留了个桃子 这边一张杀杀过来 老西又判了一张黑 这是最恐怖的 两张杀杀过来 这边细致才还好说留了个桃子 留了个桃子给了我们这边两个装备 然后接下来看 这边我其实是有个失误的 这边过拆拆手牌 然后想强打橘子哥 这个过和这个借刀杀人是交的是真的臭好吧 这个借刀杀人其实不应该交的 就一杀 然后把这个把这个武器当桃子一吃 借刀杀人留在手里 直接当手牌就可以了 这边其实打的确实太臭了 好这边老西说拿了我们这个青钢剑 拿了我们青钢剑了以后 这边我们给他这个左定一下 说补一张牌 到了黄盖的回合 黄盖这边又是说吃桃 这边没有墙上 到了我们这边 这个其实我当时是想决斗 决斗橘子哥 然后橘子哥这边出一个杀 我开个桃园 然后老西这边又是回到这个满水状态 其实当时我是这样想的 结果这个橘子哥不给力数 没有杀那也没办法 橘子哥这边继续说选择狗命王 两个橘子一狗 决斗橘子这边这个铁锁连了起来 以后他诈详了一下 诈详了一下 我们这边卡的距离 他只有红杀能打到 一张红杀杀过来 老西这边盘了一个红 那这把游戏结束了已经 这边其实 这个过了菜要拆完以后 就是其实过了菜要当桃子吃也可以 这边想要怎么打怎么打 后面其实就打得很放松 就是说一边在聊天 一边在打这个牌位 其实这把就是稳赢的 这边橘子哥加黄盖 我们这边一回合一个杀 其实他们能打 但是他们需要这个寒冰剑来打 就是等这个橘子哥一直在狗血 然后等黄盖说出一个寒冰剑 他们才能打一下 那这边就是说把这个八卦给顺来 一张黑八卦的话 那我们这边是死是不可能死的 就是说有可能成为一个膀胱局 那橘子哥被卡距离了丢两个杀 然后黄盖回合黄盖乍降 乍降无中生有加白银 再加马再加这个桃子加无中生有 他没无中生有了 我们这边就一张拆一瞧 把这个橘子哥手牌清一清 说优先还是说击杀橘子哥 把橘子哥击杀了以后 我们这边利用过牌 又是加这个防守能力 去打一个不是地主的黄盖 其实还是可以打的 然后这边他们终于不堪受辱 他们觉得可能打不死我们 就是说橘子哥直接说选择这个自杀 然后第二把是这个孙策的 孙策借孙策主攻的一把视频 借孙策主攻的话 其实就是说 就是反正新出的嘛 就是刚好刚好是打这个 就大家都认识的一个局嘛 其实打的很放松嘛 也是很放松 这边其实伏笔也有点多嘛 还被人击耍了 那这边这个换一下吧 换到一下换到这个 就换到重手牌嘛 重手牌还是说打盲局嘛 其实我刚开始是想打这个二号的 想了想还是说 大家都是认识的人 不太好意思 还是说打一个比较明反的张春华吧 那鬼知道这个忠摇是什么东西了 那这样一张决斗杀过去了以后 春华猪杀就选择掉血了 掉血以后 这边准备说挂连弩 准备强上这个忠摇了 然后我们这边顺了一个忠摇的 这个顺了一个忠摇的酒嘛 顺了一个忠摇的酒以后 其实没必要说就九杀了 就是他肯定会防这个酒嘛 那一张杀一张杀 杀过去就行了 然后这边最后一下的话 就是说也不九杀了 如果九杀的话 他有这个黑的基本牌 或者武器牌 可以直接当时而使用 忠摇这边就是用桃子放顶嘛 用桃子放顶了以后 他这回合再吃了一个 这个再吃了一个 这个无懈可击嘛 当桃使用 这边曹昂说跳了一个忠摇 春华肯定是明反 就想都不用想 春华跳明反斧子 这边曹昂说刷了一个负一马 其实也挺好 就出斧子的话 也别给这个张春华清牌了 直接说不闪了 然后春华这个无懈可击的话 就是让他拆吧 因为我想 我想自己的无懈可击 去保护这张乐不思处 好 注意这里 注意这里曹批说也跳了一个反贼的身份嘛 那李如这个面积也跳反贼嘛 那我当时想 这个八号得是一个小内户的忠诚了吧 那其实大家记得往下看吧 然后这个孙权这边打得不好 孙权这边 对孙权这边说 这个人机开始搞幺蛾子了 孙权这边挂了一个这个黑色的武器 然后这边忠摇说 忠摇说给我 给孙权补了一张牌 我当时就有点看懵了 我说这个忠摇 他不会是这个 他不会是这个小内吧 所以我当时愣了一下 然后这个燃机也是确实把我这个给骗了嘛 不然中瑶这边肯定是一个民反的 那这边这个 这个八号说九杀送觉醒 那当然就给他送了 他可能觉得我们这边有个乐不思主 他送觉醒也没什么大问题 这边优先选择补牌 因为自己血量状态不太 不是很好 好 看我这边就操作失误了 这边当时觉得这个二号 他是个小内吗 他不会害我们的 当时说就没有说 这个用诸位联农去抢上这个二号 结果意想就意想不到的事情出来了 这个二号他好像是一个反贼 那这边他给这个孙权补牌 我当时有点没看明白 说实话有点懵 所以说这边其实你本来的话 这个四五六八都跳的反贼 那我当时就想这个忠摇 他是不是说是不是一个这个小内吗 所以我当时没有说拿诸葛林都去杀他们 也是这边人机确实骗到我的好吧 然后曹王这边顺手签啊 然后这个八号八号这个直接说给给给那个掉了 给取消掉了 然后这边一张古电刀杀嘛 其实八号也确实没有看懂 他可能也觉得这个二号是小内嘛 所以他第一张这个没有没有去帮这个忠摇给取消掉 然后这边说直接放了两张这个杀给这个曹王 就曹王头上放了两张杀嘛 然后这边到了春华的回合嘛 春华一张杀 那曹王这边又觉得这个忠摇他是个小内嘛 所以给了一张这个黑武器 给了一张黑武器说去保护这个忠摇了嘛 那这确实谁都没有想到嘛 那李如开坟城开大嘛 这个曹匹丢一张孙权丢两张 丢两张了以后八号说不能丢牌扣血嘛 我们这边选择把白银狮丢掉出来 保护一下自己嘛 说暂时先回低血嘛 结果这个二号翻出来是个反贼 我当时就有点懵了说实话 李如这边一张杀杀曹匹嘛 曹匹这边还是说跳反翻这个孙权嘛 曹匹跳反翻孙权 那这样无懈可击李如就帮他打出来了 然后曹匹这边挂了两个武器 就是说不动了 到了八号的回合 八号这边丢桃子 丢桃子我当时没有看懂 结果他这边语言说发了一个点 我估计他可能是卡了 或者说手滑了 那我们这边借刀杀人 借曹匹的刀去杀这个八号嘛 其实我当时就是想把这两张刀给下来 然后这边就是说借孙策的优势出来了 说可以续报嘛 就手牌能囤四张 我就说就是把这个过个差强来保护一下自己了 然后春花这边新扬起来 春花这边新扬起来以后 就曹王说没有曹王这边也没有给他塞牌嘛 就硬生生的把张春花给塞满 这也是让春花新扬起来的原因嘛 不然这边曹王往他手牌疯狂塞杀的话 这个春花可能就被秒了 好到李渔的回合 李渔一张杀杀这个曹匹嘛 曹匹这边选择翻我们 而这边照这个情况下来 看的话四五四五六八四个反贼 就暂时好像还没有说小内准备跳出来嘛 可能觉得我们这边孙策有点坑内 这个状态太好了 而到到到这个孙权的回合嘛 孙权这边铁锁帮我们解了 然后疯狂跳中就制霸 他也不留手牌 也不怕这个李渔一个灭迹 灭迹杀家这个杀家这个决策嘛 就三点血直接灭迹加杀家决策嘛 就是你这边很容易崩盘的 那这边孙权跳中嘛 我当时也在犹豫 说要不要把这个牌给接过来 其实想了想还说接过来算了 既然别人都给我们了 我们不能辜负他的一番好意 然后这边敬畏曹王当保镖还是舒服的 就是他给我们塞了张诸葛连奴嘛 塞了张诸葛连奴呢 这边也不着急装嘛 玩孙策就是要讲究的是稳嘛 就续爆 而李渔这边果然说 一个灭迹加一个杀加一个决策 决策嘛 直接把这个孙权给打空了 好曹皮这边再补一刀 孙权这边其实相当于残废了 估计就制衡 制衡家给我们送一张牌 就就差不多了 好孙权这边说 果然给我们送了最后一张牌嘛 他可能也觉得自己快牺牲了 然后我们这边又拿点数最大的去拼了嘛 结果拼赢了还行 然后这个八号继续说 铁锁连环加杀嘛 把这个忠诚给杀了 把忠诚给杀了以后 那到我们的回合 看我们怎么打吧 这里先是 先是给曹王补两张牌嘛 然后记得要变一个神嘛 你打出季杨的时候变一个神嘛 结果这边一变神 结果出了三个闪 这我是没有想到的 那出了三个闪以后 这边季杨不起来了 季杨不起来了 向真心把这个八号给杀成残废了 这续报一张这个万箭齐发嘛 毕竟说场上还有个小内嘛 小内看我们这边 主中方状态不好 他也会来帮我们嘛 其实这边小内不跳也对的 就小内有他自己的想法嘛 这边曹王做保镖 你小内没有那么必要 那么早跳出来的 就你至少得等这个曹王死了以后再跳嘛 然后曹王这边也不去塞春华牌嘛 可能他手上全是杀嘛 这边去强行塞春华 也没有什么必要嘛 结果又给这个春华给心养起来了 好这边又到了李如的回合嘛 李如这边一个说灭绩 然后加一个决策嘛 李如这把发挥的其实挺好的 就是说两个忠臣都基本上是他杀的 然后曹币 我大概留线了 我就觉得这个曹币可能是个小内嘛 他可能觉得控不住场 刚才是说先帮下犯贼 来保护一下自己嘛 然后他这边捅 就背后捅刀子了 把这个八号给杀了 那我们这边选择八排嘛 选择八王牌以后 这个手牌其实不是挺一般的 就因为当时手牌溢出了 所以这边先过个差 他要拆张忠华了嘛 就暂时不想去拆这个曹币的手牌嘛 毕竟说我已经感觉他是累了 感觉他是累了 没必要那么着急说去得罪他 确实没有必要 然后曹币这边说开了个南蛮嘛 开了个南蛮曹币继续选择翻我们 其实也能理解也不能理解吧 就都行嘛 就小内有他自己想法嘛 那我们这边摸到了这个 我们本轮的第三吧 诸葛连诺嘛 就是这个孙策拿诸葛连诺 结果还没有什么表现 然后这边到了李如的回合 李如这个一个决策嘛 这边其实当时有个失误讲一下 就是我有点忘记李如的灭机去放顶了 所以当时有浪费一个无懈可击给这个曹币嘛 让他那个冰凉村断 这个梅花冰凉村断 结果浪费了一个无懈可击 这边确实是失误了 就忘记在哪里了 就这边讲一下吧 就确实有张无懈可击打得很莫名其妙 而李如这边就是被这个春花挂了闪电给劈死了 那李如赶紧死吧 李如死了以后 这边孙策一打二击也问题不大嘛 就是打这个两个不动白那确实也好打嘛 一个觉醒的孙策 好这边这个乐不思数没有添过 没有添过呢没办法 就是我这边打得很贪啊 这个把这个所有的什么牌都丢光了 然后这边留着留着说四张锦囊牌嘛 就是我确实我凉血凉策挂藤甲 春花火刹是一滴血是体力流失嘛 然后这边没有发动阴魂的原因 是两张牌发动阴魂太吃亏了 就相当于给别人过滤了一张牌 那我这边一张过壳拆下 把这个曹币的嘉义马给拆了嘛 我就说想让这个春花去打这个曹币 好注意这里丢牌型啊 这里丢牌型依旧是选择丢闪嘛 我之前也说过玩孙策就是你不要怕挨挡嘛 其实没有什么没有什么人愿意去动你的 那确实你 而且你本身是两血 就算春花能掏出一张火炸还是一点血嘛 那曹币这边说把我们血量压到一点血 压到一点血了以后 我们三张牌可以选择八牌嘛 直接说八曹币了 曹币这边已经是没有用了 一张顺手牵羊加一个 加一个古电刀杀嘛 直接说带走了 带走了以后呢 这边一血觉醒借孙策的实力就发回出来了 就是说你可以留这个四张牌嘛 留四张牌有虚报能力 打张春花真的是随便打 那看这边张春花怎么怎么怎么那个打吧 他这边选择挂机 那我们这边就是说拿一八二嘛 就是慢慢的把这个张春花的手牌给扒掉 也不着急去打他 这边也是说打不动白的方法吧 春花开五谷两张闪嘛 直接给他看名牌闪 他把我们压到一滴那更好打了 直接说选择八牌嘛 因为我们能留四张牌 就无所谓随便打 然后春花手牌被扒了以后 一张九杀直接带走游戏嘛 就是标准打不动白的打法 然后视频就到这里了 然后溜了 她在松花色别浪费 把他的费都是阻蔓的 来 感谢观看